孩子醒醒,你不要吓妈妈,你到底怎么了,无论刘燕如何千呼万唤,这个13岁的女孩最终还是没有醒过来,光天化日之下,这个小姑娘居然在自己家中惨遭杀害,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,然而杀她的却是,声称她为女儿的父亲,真相究竟如何,订阅酒窝谈其文,了解其文意识,事情发生在内蒙古赤峰市, 2022年6月27日傍晚,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,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吃晚饭了,可此时此刻,正在一家餐馆上班的刘燕却格外的心神不宁,原来她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13岁的女儿小婷,小婷是一名中学生,由于离家不远,所以平时放学后都是自己回家,可今天放学后,刘燕连续给小婷打了三个电话,发了几条微信,都没联系上孩子,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, 于是,刘燕赶紧请了假,匆匆赶回家,打开门的一瞬间,眼前的情景让刘燕大惊失色,小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头上有块伤,整个胳膊都是轻的,刘燕开始上前摇晃小婷,并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,可小婷始终一动不动,刘燕的惊慌开始变成了恐惧, 他哆哆嗦嗦的拿起手机,拨了一个电话,刘燕求助的对象是谁呢?是他的前夫,王冰,虽然两人在几个月前离了婚,但王冰为人仗义,平时经常会照顾刘燕和他的两个女儿,很快,王冰就赶到了, 他一边安慰刘燕,一边赶紧拨打120和110电话,120急救车很快就到了,可随车医生检查后,宣布小婷已无生命体征,警察也很快赶到,警方现场勘验发现,小女孩仰卧在自己小床上,头部,面部都有擦伤,四肢也有捆绑痕迹,头上的伤痕是钝气击打形成的。 法医鉴定后认为,正是这种钝气击打,造成小婷颅脑损伤,最终失去了年轻的生命,面对此情此景,刘燕的情绪彻底崩溃,他实在难以相信,自己的小女儿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,怎么会无缘无故遭遇这样的灭顶之灾,在场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疑惑,由于刘燕以情绪崩溃,无法接受询问,于是,警方只能从外围开始调查,这一查还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, 据刘燕对门邻居反映,事发一个月之前,就有一个陌生男子跟踪过小婷,当时小婷察觉后,曾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打点母亲,说有人跟踪他,警方立刻调取了小婷放学路上的公共视频,可出人意料的是,视频显示,小婷先是跟同学一起走,后来和同学分手后,自己一个人活蹦万跳的回了家,一路并未有人跟踪,楼下的邻居也表示, 他是看着小婷上楼的,当时小婷身边确实没有其他人,既然无人跟踪,而小婷到家后,又立马遇害,那这说明什么问题,很有可能,应该是早在小婷到家之前,嫌疑人就已经潜伏在小婷的家里了, 就在这时,小婷的姐姐突然想起来一件事,而正是这件事,使整个案子的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,据小婷姐姐说,前段时间,小婷在卧室衣柜里翻找东西时,无意中发现衣柜里被人安了摄像头,这会不会是母亲刘彦处于安全考虑安装的呢? 侦察员判断,这绝不可能。 如果真是为了安全,怎么会把摄像头安装在衣柜里呢?难道不应该安装在客厅、门口或者走廊上吗?那这个摄像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? 这时,大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,与其说这个摄像头是为了安全,不如说更像是为了窥探,也就是说,有人想监视这母女三人的一举一动这种事情,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 然而,据小婷姐姐说,接下来发生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,就在小婷发现摄像头没几天后,这个摄像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,这就意味着。 有这么一个人,她不仅能够自由出入母女三人的家,甚至还能随意拆装监控设备,看到这儿,相信不少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,那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? 她是否就是加害小婷的嫌疑人?于是,侦察员扩大了走访的范围,他们先后走访了六七十户人家,在走访过程中,有一个老太太说,事发当晚七点到七点半之间,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从案发单元出来过,据老太太描述,这个男的又矮又瘦,戴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,而且把帽子压得很低,帽颜都快把整张脸遮起来了。 正常人哪有这么戴帽子的,所以老太太才会注意到这个鸭舌帽,根据老太太提供的线索,侦察员在附近的公共视频画面里找到了这个戴鸭舌帽的男子,视频显示,戴鸭舌帽的男子是案发下午两点半左右来到小婷家,晚上七点半左右离开的,从停留的时间上判断,他完全是有机会作案的。 这么看来,这人确实可疑,可他到底是谁呢?和小婷一家又有什么关系呢?警方把视频拿给小婷的家属看,包括小婷的母亲,姐姐和他母亲的前夫,但由于视频比较模糊,所以他们都没有辨认出来。 侦察员一时之间没了头绪,就在这时候,有一个人突然说话了,他就是刘燕的前夫,王冰,只见王冰愤愤不平地说,他知道这嫌疑人可能是谁,说不定就是那个人。 那个人又是谁?王冰说,就是刘燕的第二任丈夫。 原来,刘燕一共有过三段婚姻,第一任丈夫因为车祸去世了,给刘燕留下了两个女儿,也就是小婷姐妹俩,第二任丈夫李某和刘燕的婚姻没维持几年就离婚了。 而王冰则是刘燕的第三任丈夫,几个月前俩人也离婚了,那王冰为什么会怀疑李某呢? 据王冰说,在两个人短暂的婚姻里,李某对刘燕并不好,他脾气暴躁,动不动就对刘燕拳脚相加,有时一脚踹下来,刘燕就从楼梯上滚到下面平台上,因为不堪忍受李某的暴力。 案发两年多之前,刘燕就和李某离婚了。 可王冰说,哪怕是在离婚之后,李某还是会经常骚扰刘燕,可如果是李某的话,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?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,警方锁定的那个鸭舌帽男子,虽然一时半会儿无法直接确定他的身份,但是在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追踪的过程当中,侦察员有了新的发现,那就是在一个拍摄画面里。 侦察员看到了嫌疑犯的车牌,有了车牌,顺藤摸瓜,案件就取得了突破,这个人很快就查到了,那么他是谁呢?他真的是刘燕的第二任丈夫李某吗? 错,大错特错,这个人不但不是李某,而且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,那就是一直在给警方提供线索的王冰。 怎么会是他呢?会不会弄错了? 案发之后,他是刘燕的第一个求助对象,这足以看出他对王冰的信任,而且从王冰的表现来看,他似乎也没有辜负刘燕对他的信任,他不仅一直安慰刘燕,对警方的调查也显得相当的配合,这样的一个人真的会是加害小婷的嫌疑人,虽然难以置信,但是证据不会说谎,就在嫌疑指向王冰的时候,在现场周边勘察的侦察员又有了另外一个关键性的发现。 他们在楼下垃圾堆里找到了一口炒菜用的锅,发现锅的底部已经有了严重的形变,应该是打击什么东西导致的,从锅底部的擦拭物中提取到了被害人小婷的血迹,而且从锅饼金属把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王冰的DNA,种种证据充分表明,加害小婷的凶手确实就是王冰。 那么,王冰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?只能说,一段充满了太多计较的婚姻,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,和刘燕一样,王冰在婚姻方面也很不幸,她前妻也是不幸离世,而且没留下一男伴女。 她和刘燕是在网上认识的,中年丧偶的共同经历使得两人惺惺相惜,感情也随之一路升温,相识几个月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,可是对于这段婚事,王冰的家人却表示反对,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,一是刘燕比王冰大四岁,而且又有两个女儿。 王家担心她以后能不能为王冰传宗接代,二是认为刘燕结婚动机不纯,担心刘燕贪图她家的财产,后来刘燕承诺,结婚之后立马要孩子,而且王家把房产做了婚前公正之后,才同意他们结婚,可婚后几个月过去了,刘燕却始终没有怀孕,婆家一直不断催促,刘燕渐渐开始有点厌烦,再加上婚后婆媳矛盾,夫妻矛盾不断浮出水面,俩人的感情开始出现危机, 而真正让刘燕感到绝望的是王冰对待两个女儿的态度,她稍有不满,就威胁说要把母女三人赶出家门,这样的威胁让刘燕渐渐渐失去了安全感,于是在2022年3月,俩人还算和平的离了婚,离婚以后,双方并没有断绝往来,王冰还经常去照顾刘燕母女,而刘燕呢,对此也不拒绝,相比离婚之前呢,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更和谐了一点,可既然如此,王冰又为什么会突然, 对小婷下手呢?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案发之前一个多月,当时,王冰的家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,王冰拒绝了,她声称自己依然对刘燕用情置身,并不愿意再接受其他人,可在刘燕看来。 他们已经离婚,自己的存在显然妨碍了王冰开启新的生活,于是,刘燕就把王冰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,决定从此不再和王冰来往,刘燕或许是出于一番好意,但是王冰的反应却让人万万没有想到,据王冰供述,刘燕跟她断绝来往之后,她就开始隔三差五的跟踪刘燕娘撒,案发之前,跟踪小婷的那个神秘男子就是她, 在一次跟踪中,王冰发现刘燕和一名男子坐在长凳上说话,她这才知道刘燕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,一开始,王冰还觉得只要刘燕过得好,自己会尊重和祝福她,并会彻底退出她的生活,可回到家后,她却越想越难受,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,这时,她的战友欲占了上风,她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,可并没有换来刘燕在感情上的绝对忠诚,就这样,在扭曲心态的支配下, 王冰很快就做了一件过分的事,她拿上之前偷偷配的备用钥匙,在刘燕家的卧室衣柜里安装了摄像头,从此,她每天都通过监控窥探刘燕的生活,那么在监控里头,王冰又看到什么了呢? 她发现,刘燕并没有因为和她分开而伤心苦闷,恰恰相反,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,这就让王冰更敢生气,于是,案发当天,王冰骑着摩托车潜伏到了刘燕家里头,打算报复她, 但是没想到的是,首先回来的是小婷,小婷发现了王冰,而王冰突然想到,正是因为之前小婷无意中发现了摄像头,才导致她不得不停止窥探。 刹那间,一个罪恶的念头出现在脑海中,她想,报复这个小女孩,对她母亲的伤害岂不更大,就这样,王冰做出了最大恶极的选择,事发之后,她还想嫁祸于刘燕的第二任丈夫李某, 但是,她显然低估了警方的侦查能力,短短四个多小时,案件就已侦破完成,等待王冰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 可怜无辜的小婷,一个正直斗寇年华的小姑娘,就这样不明不白的,成了两个成年男女情感纠葛的牺牲品,想到四肢因捆绑而不得挣扎的小婷,想到这个穷凶极恶的男子。 挥着沉重的铁锅,恶狠狠地一下一下砸在小姑娘头上的场景,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心碎不已,在感情和婚姻当中,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没有哪个人可以以所谓爱的名义对他人进行占有。 控制和胁迫,真正的爱需要的是尊重、理解和包容,希望每一个走进亲密关系的人都能以良好的心态去经营感情,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